欢迎来到张晓晴厨房 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是炸酱面 炸酱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北方的、有北京式的 然后有上海、有韩国式 那我今天做的是台湾式的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张妈妈式 是我妈做的 那我这里是有这个绞肉 那这个酱呢就是这个甜面酱和花 和那个豆瓣酱 那因为我没有那个 中国的豆瓣酱我就用的韩国的 把它调在一起 有加酒、麻油、花椒油 然后把它拌起来 那这边呢就是有毛豆 有这个笋块 还有榨菜丁 还有这个豆腐干 那有人做的炸酱呢 是有放毛豆 有的人做有放豆腐干 那我这个做法呢 是我妈的做法就是通通都有 那这边有切一点这个红葱 这是蒜头 还有这个青葱 好那我等一下就做给大家看 现在把油热起来以后 就把这个蒜头倒下去 还有这个葱给它爆一下炸一下 然后呢就可以放这个肉进去 这个肉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把肥的跟秀的分开来 那也有人喜欢把它切出来 那我这个是搅的 因为这个意识 要求不高 那最后我会把这个肉 全部都放进去把它炒熟 把肉给它爆香 肉炒好盘 肉炒好盛起来 现在锅子里再放一点油 然后呢 油热了就把这个葱倒下去 把葱倒下去也是一样把它爆一爆香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豆腐干 还有这些葱丁 然后还有这个大菜和毛豆 把它倒下去炒一段时间 快炒了几分钟 那差不多炒熟了 我们现在把肉倒进去 肉和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酱倒进去了 这个酱再一次 是三分之二的甜面酱 三分之一的这个豆瓣酱 然后呢 还是一样 如果说不够甜 你再加点糖 不够咸 你再加点 刚才我那个菜里头 全部没有放盐 也没有放酱油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冰糖 是让它烧出来的颜色比较漂亮 这里边有肉有菜 所以孩子们吃的时候 就会粘菜 豆腐干一起吃掉 那现在差不多也煮了一会儿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里头 勾一点芡 加一点那个太白粉 芡粉 让它浓郁一点 炸酱油油亮亮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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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